哈喽,大家好,我是晨晨 我们的新国战特辑五国武将篇下期终于更新啦 鼓个掌,撒个花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上一次有个朋友在我直播间就催我说 你知道吗 就那个时候啊 距离你上一次更新新国战特辑已经是34天之前的事了 我当时突然想 我天哪,我脱根脱了这么久吗 嗯,所以说也是真的挺不好意思 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吧 就确实脱根脱了点久 那么防止我下一次突然症再犯 大家有时候可以去我直播间或者在我群里面催我一下 就鞭策了我一下 好的,我们废话不多说 进入到今天的正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武将讲解顺序 太史词 孙权 黄盖 徐胜 甘宁 吕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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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凤 还有陈武 董席 是这么一个讲解顺序 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个武将 太史词 太史词这个武将 我一直觉得是吴国的四血将当中 呃,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武将 其实他不仅仅是在吴国 在整个国战的四血将当中我觉得都是算得上比较厉害的一个武将吧 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也是说过 太史词呢 其实是一个有排差的武将 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许的疑惑对吧 就他不是摸排白吗 他哪里来的排差呢 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算 太史词在拼点拼赢了之后 他是可以多出一张纱的 且他的纱呢 还可以同时指定两个目标嘛 就是可以多指定一个目标嘛 这样的话就算是说他可以多出一张纱 然后呢 他出两张纱还可以对 造成至少四点上 也不能说四点上班 就四次输出吧 可以这么去算 所以说那么普通武将是只能用一张纱来指定一个目标的 就是说只能消耗掉一个敌人的闪或者血量 那么我们呢是可以用一张纱去消耗两个人的闪或者血量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他的一个排差 这算是太史词的一个隐形排差 当然了太史词的优点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他由于这个天意的存在 所以说他对手排的质量要求是比较高的 同时他本身呢又是一个摸排白 所以个人建议太史词还是可以去配一些有过排量的武将 比如说黄盖 对吧 黄盖太史词有多强 大家都懂的 我之前在做那个国战特辑的时候也是有做过黄盖太史词的一个视频的 那一波爆发真的堪称袁绍啊 而且是可能真的就还比得上没改版之前的袁绍 一波爆发是真的非常非常强 还有就是说像配孙权啊或者说主将孙侧这种 我觉得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 配四血匠其实也可以 就是说如果没有过排量 就配那种没有过排量的四血匠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配没有过排量的四血匠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在开局或者游戏中的时候呢 去多留一些开始词比较需要的排 比如说点数比较大的杀呀 点数比较大的闪或者排吧 然后因为主要是我们留杀的话呢 也可以防AOE 那么与自己的一个回合外防御 回合外留防御手排也不起冲突嘛 因为像有一些将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在留一些自己有用的排的时候 可能对于自己防AOE的能力来说的话 就有那么一点点冲突 比如说大桥 他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个方片的武器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又那个装备区又同时有一个方片的武器了 如果你手排 要选择去再给自己留一个方片的武器的话呢 这样的话其实是会削弱你自己的一个回合外防御的 因为你占了自己一个手排量嘛 那么你回合外防南卖入七万件七发 甚至别人杀的一个能力就下降了 所以说我觉得太子词去留自己有用的排的时候呢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留那种大点的沙会比较多 所以说也不太会去削弱自己的一个回合外防御 所以说我觉得选摸排白四血匠配太子词也是不错的 因为太子词这个武器本身就还不错 然后加上我们之前所说的 就是说四血匠在果栈当中生存能力 也是会比三血匠稍微高一点的 所以说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太子词这个匠的话强度还是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吧 那么我们之前为什么就是说 可以配一些孙权啊黄钙啊这种四血匠 甚至是孙策这种 我都建议大家去放主匠对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到像鲁素孙上香 这种过排量更大的一个武匠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太脆了 因为我建议的话在整个国栈当中啊 就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用三血匠的时候 尽量还是去配一些有防御的 有防御能力的武匠 因为我还是觉得国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生存能力 因为你活着才有输出嘛 你像比如说孙上香鲁素这种匠 他其实配谁都强 你配个太子词他也强 你配个什么 脑洞一下 你配个锅 不是 你配个锂点他也强 但是就是说还是存在一个问题 你的酱很强 你量出来是 如果你不是大果 你是非常非常容易死的 其实你是大果也挺容易死的 那么如果你是毒秒的话 你是非常容易被大果灭掉的 因为你没有回后外防御嘛 打你是没有副作用的切比较容易打死 那么如果你选择不太出来的话 那么你三血匠对吧 整体防御还是不如暗将的四血匠 所以说我个人的一个 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喜好和一些小小的建议吧 我觉得三血强匠像鲁素香香 这种的话尽量还是去配一点 有防御能力的武将会更好一些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武将 孙权 孙权这个武将真的是 我对他感情是非常非常深的 因为我最开始打那个 三国杀的时候玩的模式叫做三v三 也就是以前的统帅 改版前的统帅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对这个武将 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理解的吧 孙权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号 对吧 单挑王 我们曾经在玩三三或者 你就是改版前的统帅的时候嘛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武将 他在国战当中 其实我觉得还是 我对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我觉得孙权在国战当中 还是一个实力大于嘲讽的武将 主要还是他的一个单挑王的名号 导致他如果量将的话呢 基本上是非常难进入一个单挑局的 说实话 孙权的单挑能力确实是挺强的 但是在国战当中并不是无敌的 因为国战毕竟大家都有两个将嘛 又不是说打一为一 有一些组合打孙权 其实是能占到一些便宜的 就是说至少是不劣势的 而且这种组合也不算特别少 所以说但是 所以说孙权单挑的话 其实并不是无敌的 但是很多玩家又总会单纯的 因为这么一个单挑王的名号 去无脑打他 所以像我这种孙权粉 然后在外加对吧 大家都懂了 我每一局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卖队友 然后进单挑的人 就像我这种人 所以现在孙权用的相对来说更少了 然后用的少 还有原因就是说 孙权是一个慢节奏的武将 当然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强的武将 这个毋庸置疑哈 但是我觉得他由于节奏比较慢嘛 没有那么适合现在新国战的一个节奏 因为我们也是不止一次的说过 新国战跟老国战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国战的节奏确实是比较快 就是说你可能按几十轮 但是当有人开始打的时候可能几轮就解决问题了 要么就几轮赢了 要么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一两轮就已经直接奠定了这个优势了 或者说胜利的基础了 所以说整个新国战的节奏还是要比老国战快一些的 我觉得孙权没有那么的适合新国战的一个节奏了吧 而且孙权其实我说的简单一点啊 说的粗糙一点吧 他是一个回合越多他越强的 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过排量的武将 你跟孙权打的回合越多 你会越能感受到他到底有多强 就他因为他其实是没有额外摸排量的 就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摸两张排 但是他赢在过排量对吧 他跟真机啊月阴这种不一样 就他本身是没有摸排量的 他强在他的过排量 所以说他的回合越多你会越觉得他强 而且他过排量是非常稳定的 当然了 那个 我还是在这里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路人孙权 就是用孙权的时候真的 对于手排非常非常的随意啊 大家可以去翻译一下 我国传里有玩过孙权的一些视频 就有出现我玩孙权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会发现我在玩孙权的时候 特别是单挑的时候 一般手排不易出的时候 我是不太会去除杀的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国战视频是 我孙权黄盖 那么那时候因为进凹战了嘛 我黄盖也没有用过技能 基本上算是一个单孙权 熬战去打一个甘分梦获 那么当时我也是看了一下弹幕 有些朋友觉得说我孙权玩得太怂了 就虽然赢了 但是太怂了 觉得没意思 其实大家玩孙权玩得多的话 就是说如果有一点理解的话 都明白的 其实那个不是怂 那个就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 孙权的正确玩法 因为孙权是一个靠过排量 取胜的一个武将 他的过排量在整个国战武将当中 都算是非常不错的 我说的是稳定过排量 就愿意那种神经病武将不算 就是我说的是 他比较稳定的一个过排量 孙权算是不错的了 我感觉我做每期视频 都要diss一下黄盐音乐武将 好我们回到孙权 所以个人建议在 打没有什么爆发能力 和过排能力的武将的时候呢 我们玩孙权的话 尽量还是让自己的手排量 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我见过很多路人啊 他比如说他手上两张牌 一张杀一张九 他就直接九杀对手了 把自己打到没牌 然后这个时 这种孙权的玩法 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 因为你把自己打空城 或者说你把自己手排打少了之后 那么别人下一轮 能杀中你的几率就更高 对不对 那么 他杀中你的几率更高 那么就代表说 你的血量上限会被压下来 就 不是 你的整体的一个血量会被压下来 那么他压了你的血线之后 就代表你手排 能留的手排数会更少 你能留的手排数更少 就代表说 你在丢完牌之后 你下一轮摸完牌之后 那么你可能能制衡的手排 就会变少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我觉得 比如说你 把自己手排打空了 对吧 对手压了你的血线 甚至你被冰了一轮 你手上没牌了 你下一轮如果再吃一个酒杀 你就非常非常的杀了 而且我们在打这种摸牌白的时候 我们去 就如果手排没有溢出的话 我们去制衡 那么大家都知道 排队的杀是比闪多的 我们是比对方更有可能去摸到闪的 我们要这样想嘛 我们虽然没有杀他 但是我们制衡 我们比对面摸到闪的几率就更高 那么我们摸到闪的几率更高 他摸到闪的几率就更低 那么他摸到闪的几率 更低之后我们杀他 能杀中的几率就变高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绕啊 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啊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孙权呢 我还是稍微总结一下吧 就是说玩孙权一定不要着急 你玩的回合越多 你越能感受到他有多强 我们慢慢的起装备 然后制衡找关键牌 比如说乐啊 无限啊 甚至是闪淘这种 那么当好牌在你手上捏着的时候 你又有多余的牌的时候 我们就能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玩死对手了 这样是一个比较稳的打法 因为你牌少的话 孙权的威力真的是体现不出来 反正就是说 你想一下嘛 什么拆顺啊 对吧 被你摸了 然后冰凉寸断啊 乐不缩手啊 无限可机被你摸了 甚至闪被你摸了 就对于对手来说 不仅仅是你摸到了好牌 对于对手来说 是他没有摸到好牌 是这个意义 我可能还是说的有点绕 因为孙权这个武将 说实话 他该怎么玩 这种东西不是说 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还是需要大家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 去多玩一下 具体的玩法的话 我们暂时就先说到这嘛 主要还是那就怕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嘛 所以确实是没有办法 意识办法给大家说清楚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想打好国战的话呢 平时可以去玩一下同帅 如果觉得统帅太难了 就是说门槛太高了呢 可以去玩一下那个EV1 个人觉得EV1对于 排序还有个别武将的理解的话呢 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最后还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传说中的孙权克星 是谁呢 我觉得弹幕应该会有人扣出来的 许晃 那么我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要遭到一些玩家的反驳 但我确实可以比较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如果孙权和许晃 两个人都会玩的情况下 抛开人品因素 因为你人品好的话 你其实打谁 你都觉得这个 你拿个白板打孙权 你都觉得就孙权没什么用 对吧 就是说我们抛开人品因素 在大家都会玩的情况下 然后呢 大家状态一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大家都是四血四排 没装备啊 或者四血四排神装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个人觉得哈 许晃打孙权 其实孙权是略优的 就许晃并不是挺克孙权的 当然了 许晃也一血了 孙权也一血了 那么又进凹战了 那许晃肯定略优一点 我们还是说的是一个 大家相对于 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然后呢 血量啊 装备啊 手排又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 孙权其实是略优于许晃的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在直播间 说过很多次 其实这个也不是我的个人感觉 你自己拿孙权打 熊权打多了就知道了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EV 还是可以去打一下EV1的 因为我EV1虽然现在打得不太好了 但是我毕竟以前是上过大将的人 对不对 我以前打过3V3的时候 水平还是可以的 现在统帅确实就比较 也不能说比较菜 就根本不会玩了 统帅 好的我们还是说回孙权 所以说我个人给到大家的一个看法是说 孙权还是略优的 那么首先呢 是许晃 冰凉添过的一个问题 在国战排队我没算过 因为确实数学不好 在EV1的排队里面 孙权打许晃的话 不是 许晃的断粮的话 大概平均三次兵就会添过一次 国战排队我确实没算过 大家有算术比较好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我比较笨 我就不挑战这种了 反正我觉得平均概率也不会超过五次的 肯定不会超过的 其次就是说孙权摸到无限的一个概率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说了嘛 就是孙权的话 你手牌没有溢出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去杀别人 或者说用一些输出牌的嘛 所以说其次是孙权通过制衡摸到无限的一个概率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许晃断冰凉台的一个概率 综合这三点对吧 就是冰凉添过呀 许晃没冰凉台呀 然后孙权摸到无限呀 就综合这三点 孙权打许晃其实是完全不虚的 只要你会玩孙权 真的 你只要你会玩孙权 大家自己可以去试一试 你不要什么有杀就杀他 有奶奶就放了 有酒就喝了 然后就杀他了 动不动把自己搞到没牌了 只要不是这种情况 反正就只要你会玩 比较健康的同等状态的情况下 孙权打许晃 孙权是略优的 就是徐晃这个武将 其实并没有很可孙权 好的 孙权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这个武将呢 也是我在整个三国沙 武将池里面 我觉得是感情最深的一个武将吧 因为我一开始玩三国沙 就很喜欢孙权 其实大家到现在看我的视频 都能感受到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有排差的武将的玩家 就我对于一个强将的要求就是说 他至少得有排差 就没有排差的强将 大家认为的强将我反正不太喜欢 比如说什么君八的什么张秀啊 什么李绝啊 这种将说实话 我并没有觉得他特别强 就因为没有排差的话 我觉得还是够不到一个神将的一个级别吧 当然孙权现在确实也不算神将了 我只是单纯的在说排差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自己也是比较不要脸的觉得自己 比大部分玩家都更懂孙权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武将 黄盖 那么黄盖这武将在新果战当中呢 也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改动 苦肉从掉一血摸两张牌 改成了丢一张牌掉一滴血摸两张牌 不是摸那个三张牌说错了 然后多出一张沙嘛 而且以前苦肉的话 回合那是没有限制的嘛 你可以一直苦对吧 一时苦肉一直爽一直苦肉一直爽呀 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呢 一个回合就只能苦肉一次了 所以说 很多朋友也是在说黄盖弱了 甚至是说的夸张一点 说黄盖废掉了 说实话对于香香来说 黄盖确实是变弱了很多很多 对于香香来说确实是这样 因为曾经的香香黄盖大家都懂的 一个人可以刷完一整排队 现在们肯定是不行了 现在这种组合也不存在了 风狗月 哎呀就又要低死黄盖硬 好 收回黄盖 收回黄盖 从这个方面来说 黄盖确实是弱了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黄盖变得 我觉得变得更好了 那就是说 从稳定性方面来说 因为毕竟能多出一张沙嘛 特别是配合太史词啊 钉峰啊这种武将 其实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包括配合香香 香香的话就是因为 它可以用装备去苦路嘛 然后发动一个消机 其实黄盖 有点像我们之前说 魏国武将篇里面的那个 夏侯渊和点为 我个人觉得 他属于 吴国里面的一个 补刀性武将 就特别是在队友 打完一轮爆发 没有打死敌人之后 他能够说苦路啊 然后杀两刀 就很好的去帮队友补刀嘛 收下敌人的人头 那么作为独瞄呢 黄盖由于自身有过拍量 然后也有一个 额外的输出能力 就可以多出一张沙嘛 所以我觉得 黄盖的一个强度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并没有说什么 废掉了这么夸张的一个 感觉吧 但是由于他还是 毕竟要苦肉 自己掉血嘛 所以我个人建议 还是配四血酱 那么当然了 配香香也还是不错的 对吧 可以消机 但是还是我们之前说 太史词说到的那个问题 还是太脆了 像香香这种武将呢 其实本身强度就不错了 然后嘲讽又非常非常的高 个人建议还是去 配一些有防御能力的武将会比较好 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因为我吴国到目前为止的胜率 应该是 我是新国战哈 就国战改版之后 大概现在胜率是掉了的 但是还是有52% 而且场次呢 是整个四个势力当中玩的最多的 因为场次越玩的越多 其实胜率越容易掉嘛 场次是四个势力当中最多的 但胜率是最高的 不仅仅是因为无过厉害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不太会去选那种很强 但是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的 无过武将 就比如说香香鲁肃这种武将 我是不太选的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吧 这也可能是我吴国 胜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不太会去无脑蹭车 就是说有些武将虽然强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不是那么适合国战的话 我还是不太会去选 当然香香鲁肃其实也可以选 如果你起到神装的话 也是有一点那个防御的嘛 因为一般就路人嘛 还是一种幻觉 就是不太喜欢去拆你装的 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所以一般我会比较 尽量避免去选什么 这种完全没有鬼魄外 防御的一个无过超级强将 好的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好吧 所以说黄盖个人的建议 还是去配一个四血将会比较好 总的来说这个武将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比起以前来说爆发是低了很多 但是稳定性呢是变高了 也是可以用一用的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武将 徐胜 徐胜这个武将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打团 我感觉这个武将 这武将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还是孙上香吧 对吧 大家都懂的 徐胜香香 一般没事是不太会有人去打一个有装备的徐胜香香的 就特别怕打出事来 但是这个武将说实话我是关掉的 因为个人感觉还是不太厉害 特别是作为读苗的时候 也就是配香香好一点吧 但是香香有那么多好将可以配 我觉得徐胜就 还是可以关掉了对吧 可以往后烧一烧了 没有必要特意为了去配香香而把徐胜打开 而且你说实话 怡尘的防御真的有那么高吗 就算是配香香真的有那么高吗 其实没有 你随便压压血什么 打一下打一下也死了 所以说香香还是 我觉得配徐胜也没有那么厉害吧 虽然确实有时候她是挺烦的 那么我在很多朋友 在特别是碰到香香徐胜的时候 经常会不敢打 其实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的 就是说大家打香香徐胜的时候呢 可以去观察一下场上其他玩家的一个装备情况 因为如果大家装备多的话 甚至是几乎装备都挂出来了对吧 那么香香徐胜即使在消机的时候 她也是摸不到那些装备牌的 就即使是刷新的牌队 她也是摸不到那些装备牌的嘛 因为装备就那么多 你不可能同时说两码放天化 其他那个场上挂着嘛 所以说大家在打香香徐胜的时候 可以去观察一下场上其他玩家的一个装备数量 装备情况 有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打的 不是说香香徐胜就不能打 那总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误区 就像我们之前说 卫国武将篇张和的时候一样 张和有时候也是可以去冰谈乐谈的 没有看过的朋友 就可以到会去再看一下好吧 哎呀 说到哪里来了呀 而且但是就是说消机的话 因为你毕竟 她其实就是说丢自己一张装备 然后摸两张牌 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吧 她如果装备多的话 她可能摸不到装备牌 然后要么就是摸到借刀啊 顺手这样 但是说实话一副牌有多少张这种牌呢 而且退一万步讲 她也就是丢一个装备摸两张牌 也还能接受 对吧 你想想 也许她不一尘丢掉 她可能自己裸摸了呢 也许一尘丢掉 她啥也没摸到 那你不是摆下了她一个装备吗 当然了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啊 是指她即使摸了两张牌 也大概率不会爆发的一个情况 你不要说什么 那种什么大无局 你没事先去打香香 那就有病了 你一会儿再说陈镇交代 这个锅我可不背啊 也不要说什么香香神装挂着连弩 你也去杀她 然后她又一尘 你帮她爆发了 这种是肯定不行的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香香可以打 香香许胜可以打的那种情况 就是说她摸两张牌也大概率爆不了的那种情况 不是任何情况啊 我们在罗索一句 国战没有任何一个打法是适合所有情况的 整个三国杀的一个环境都是这样的 你没有任何一个打法是适合所有所有所有的情况 还有一个关于徐胜的误区 就是徐胜比如说 对吧 掉了一滴血 或者两滴血 他挂了一个白银狮子 这种徐胜经常没有人杀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就为什么他看到有白银狮子的徐胜就不杀他们 但总会觉得说我杀你 对吧 你一尘摸一张 然后把白银狮子丢掉 还能回一滴血 我感觉特别亏 对吧 如果被闪了的话 那我就是白让他们那个回一滴血了呀 这个感觉就特别亏啊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不杀他 那么别人也可能跟你想的一样 对吧 那就因为有白银狮子而不杀他了 大家都因为他有白银狮子而不杀他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白银狮子给他带来的价值 就不是说回一滴血啊 然后移成制衡一张牌 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白银狮子给他带来的价值 就是说房下好几张杀 甚至是房下好几轮杀 那么那么高的一个价值了 所以而且你想啊 他白银狮子丢了还有可能吃酒杀呢 对不对 所以说建议大家 就是不要被徐胜的白银狮子 这种装备给误导 就是说你在你需要杀他的时候 你就杀他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 个别情况除外啊 比如说什么徐胜小桥 对吧 手上明显手牌没有红桃了 你还杀他 给他移成丢了狮子 然后摸了天香牌 他就正好靠着这个牌 弹死了你队友 这种情况又说陈陈娇的 嗯 我不背过啊 就是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国战确实没有一个 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一个打法 这也是国战的一个魅力所在 也是整个三国沙一个游戏魅力所在 就我们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动脑 才能打好这个游戏的 我们也是说的非常多的一个想法呢 也是说适用于大部分情况 因为我为什么特意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就我就经常会碰到一些朋友 来我直播间跟我说 他说陈陈 我自从像你一样猥琐的时候 我的胜率就从三十七掉到了三十五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经常按着按着就野了 然后我经常按着按着就大锅碾压了 就是说其实 就是说你不量降这件事情是一样的 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嘛 对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你觉得你不量 场上的情况也可以控制 那你就别量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不量 然后比如说场上量两个五 然后呢你觉得按降呢 又有可能有一到两个五 你不量打不过了 那你肯定还是得量啊 你还是得打呀 这个游戏并不是说你无脑为所 胜率就能打到40%以上的 这个很难的呀 你觉得还是得动脑嘛 分析场上的一个形式 好的我们来说下一个五丈 哎呀 干宁 那么干宁这个五丈 由于它没有什么爆发 然后骑袭呢 嗯 骑袭其实单挑来说还可以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是你独苗的话 你骑袭去拆别人的台 说实话嘲讽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他自己又没有什么一个 没有一个额外防御嘛 单挑的时候 如果有加一就比较快乐了 你就可以说控对手的一个距离嘛 让别人打不到你 但是首先是说单挑厉害的组合太多了 其次是现在果债能进单挑的局呢 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干宁这个五丈 我玩的还是比较少 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用 因为这个五丈我觉得还是大武团的发挥 会比作为祖苗的发挥会更好 它没有什么爆发 然后又很难听单挑局 嗯 对吧 又要说到一个五丈啦 孙上香 干宁香香 嗯 我们之前是说过 真的是 吴国带了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五丈嘛 都可以跟孙上香有一个直接的配合 甘宁香香的爆发是非常高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嗯 但是我还是用的比较少 主要还是那个问题嘛 就是说脆嘛 所以我确实是用的比较少 就这种没有什么防御能力 然后嘲讽又特别高的五丈 我真的是不是那么爱用 随便被人家A两下就死了 A两下再杀一刀就死了 嗯 他打团 所以说还是打团比单兵作战的能力的 比单兵作战的能力更强嘛 比如说他打团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去拆 队友孙上香的一个装备呀 然后甚至比如说 队友卤素马上要动了 对吧 双两张手牌 你可以去拆他一张手牌 送他一个好吃啊 然后呢 甘宁也可以去拆对手的一个装备 空一下距离嘛 对于队友和自己来说 都是比较有意义的 包括队友有二张也挺快乐的 因为你把敌人的装备拆掉 然后刷新排队的时候 如果摸到装备的概率就更大了 然后就更有可能给二张丢装备了 对吧 这也是一个连锁反应嘛 甘宁其实 你非要说配五个五丈的话 我觉得配黄盖啊 太史词啊 还可以 因为提袭的话是可以帮助黄盖太史词 这种武将去更好的杀中敌人 然后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更说打团吧 对了再啰嗦一句 虽然大家都知道的 我还啰嗦一句就别配小桥 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在国战场看到 甘宁小桥说黑桃为什么不能拆这件事了 你反正别配小桥就行了 国战最强组合甘宁小桥 一般没事还是别选了 容易被被有喷 好的我们来说到 我们说到下一个五丈 蕁萌 这个蕁萌 大家稍等一下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PPT突然出现了问题 我们重新 重新加一下 抱歉抱歉抱歉 好的我们来说到 蕁萌 蕁萌这个武将 其实在新国战当中也是有不祥的改动 从以前的一个无限臀牌 现在变成了手牌上限加四嘛 所以说蕁萌再也不是一个能改变排队的男人了呀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多了一个技能 就是说某段嘛 结束阶段开始时 若你于出牌阶段内使用过四种花色 或者三种类别的牌 曾经可以移动场上的一张牌 比如说你什么 你移动的牌可以帮扩什么判定牌呀 然后别人装备区里的牌呀 都是可以的 但是 蕁萌改版之后我就玩的很少了 我就感觉强度还是有所下降吧 因为主要是他嘲讽也没降 然后臀牌还变少了 某段发动的要求还比较高 就是你得站在臀牌 然后你还得阶段内用四种花色 或者三种类别的牌 然后才能去发动某段 说实话我觉得要求还是有一点点苛刻的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能不玩吕萌萌我就不玩了 因为我还是不是特别喜欢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五张吧 我感觉还是老板的吕萌萌会更厉害一点 好的我们来说下一个五张 奖亲 奖亲大家都知道的啊 防打工第一人对吧 有了奖亲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打工啦 人送外号偷亏狂 差不多有点像海贼王里面那个骷髅 叫什么 叫布鲁克吧 就是陆飞那个船上的那个队友骷髅嘛 动不动就要看人家内裤的那个侧牛吗 奖亲这五张在老国战的时候 我是把它打开的 但是新国战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关掉了 因为他的上意我其实以前觉得还是有点用的 能够知道别人的手牌嘛 然后还能弃制其中一张牌 经常手上有九杀啊或者过拆顺手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看一看人家手上有什么牌对吧 你就知道该不该拆顺他了 还是拆顺他队友 然后九杀该不该对他用了 有时候如果对面不是那种有大锅牌量的武装 你如果每轮看一个人 你看几轮下来 你大家都能算到对手手里有什么牌 我记得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以前的一个视频 我记得我就有一把奖亲打那个 就在我看了几轮下来 就是说这样的话 你在自己回合准备爆发或者收人头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思路和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嘛 所以以前老国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奖亲还能用 但是新国战为什么把它关了呢 还是那个原因 新国战的节奏是比较快的 你如果想利用奖亲上亿来为自己取得一个优势的话呢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现在的国战要么就是你开局看了别人 还没等你把人看完你就被打死了 要么就是你其实也不太需要看 你看着可能你或者说你看着看着 大国跟大国或者大国跟盟军就打起来了 毕竟上亿一回合只能看一次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节奏太慢了 不太适合新无国战的一个节奏 所以说这武战我现在也是把它关掉了 那么奖亲呢是无国的一个政法纪武战 对吧 每个势力都有一个政法纪武战 魏国是曹洪 吴国是蒋青 群英雄是张润 蜀国是主将的一个姜维 那么他这个政法纪 说实话我觉得有用的时候也是比较少 就是说在同一个围攻关系当中 如果你是围攻角色 则你或另一名围攻角色使用杀制定 被围攻角色为目标后 你令该角色依次使用两张闪才能抵消 就是说你如果杀的那个人处于你和你队友中间的话 那你杀他的时候你就拥有那个吕布的无双 就他得出两张闪嘛 这技能你要说有用的话确实是有用 但是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厉害 也就那样吧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武将 丁凤 丁凤这武将其实跟太史词有点像 就是还是说由于可以多指定一个目标嘛 他的杀 他的杀可以多指定一个目标 所以说就是有一个隐形的排差 但是他的强度肯定是不如太史词的嘛 因为太史词可以多杀两刀呢 就是说他可以多出一张杀 那强度肯定是不如太史词的 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他可能更稳定一点吧 就是说他不需要去拼点 因为太史词你确实还是有一个拼点拼书的风险嘛 配合香香呢也是可以辅助香香爆发的 因为可以用装备去奋讯嘛 那么如果香香有出个连弩 那么就厉害了对吧 哇你奋讯下自己一个装备 然后杀 然后指定另外一个目标 哎多爽 配合香香有连弩的香香确实是非常恐怖的 那么还是那句话嘛 你就会发现五国有90%以上的武将 都可以跟香香有一个直接的配合 配合太史词啊黄盖啊 我觉得也还可以 但是整体强度的话 个人认为就还行 没有特别强 所以这个武将我也是关掉的 因为比起丁凤来说 五国包括整个国战 我觉得都有太多比他更强的武将值得选了 所以说这个武将我也是把他关掉了 但是也可以开吧 因为有一些武将 我是真的建议大家就把他关了 能别用就别用了 但像丁凤这武将 我觉得你想用也是可以的 他也可以用 也没有很弱 反正就还行 只是说个人的一个喜好问题 但像什么张任的武将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关掉 关掉之后 你会发现胜率 叹叹地往上涨 好的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武将 陈武董奇 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肤 我特意为大家选了 陈武董奇这个基老皮肤 毕竟这是本期 五国武将片最后一个武将了 我也是怕大家听到这里犯困 所以拿这个皮肤来给大家提醒 有没有特别的贴心 有没有特别的乖巧 有没有特别的感动呀 那么陈武董奇呢 其实也是有排插的 就是他可以那个 去贴索别人 然后如果自己在贴索上的话呢 就可以气质都在贴索上的人 各一张牌 对吧 但是这个武将就真的建议 他把它关掉了 就不是真的不是很建议用的 因为他虽然有排插 但是节奏太慢了 而且这个排插呢 我说实话 这个排插的用处 在大部分情况下来说 确实是也不是 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那个 第一是他奋命的话 毕竟是那个回合 就是说你结束阶段嘛 就是说你下了牌 你可能 当时有一些是 比如说奇奇 就像甘宁这种 你是回合内拆了他 对吧 然后你可以马上 把它拆空 马上对他用酒杀 奇迹还好一点 奋命这种 就是说你是结束阶段 而且你说实话 你真的去下 他还是跟甘宁一样的嘛 你真的去下别人的牌的时候 你的嘲讽会变得 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别人会 很想来打你嘛 而且这个武将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打团 会比单兵作战能力 更强的武将 他打团还是有点用的 我觉得他作为独秒的时候 确实是不太强 单挑还行 反正我是建议大家 关掉吧 因为他整个强度来说 在国战当中 还是比较偏低的 用了肯定是有用的 什么武将都有用 我们平派一个武将 力不厉害的一个标准 还是说他 有用的时候多不多 对吧 他大部分时候是厉害的 那么他就是一个 很厉害的将 但是他大部分时候不厉害 偶尔特别厉害 比如像周氏这种 张润这种 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就跟一个周太进入了单挑 这时候正常人就会很难受 哇你突然两个张润 把那个周太给穿新了 哇你这时候觉得张润特别强 确实是有 张润啊 周氏啊 陈吴董锡啊 这种这样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 就是说他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有用 但是他有用的时候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包括张润周氏 我们这个 这一期就不讲了 好吧 我们在那个群雄片的时候再具体的讲 因为张润周氏跟陈吴董锡还不一样嘛 都属于那种 其实很厉害的时候不多 所以这种武将我都是建议大家去关掉的 好的 今天的新国战特辑 五国武将篇下期 就到这里结束啦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给我留言点赞投币 然后收藏什么三连操作来一波对不对 那我们以后如果再脱根的话 大家真的确实可以催我一下 因为有时候就也不是故意脱根 有时候真的就是记性不好 好的 在视频的最后 也是跟大家说一句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你来嘛 好的 就作为脱根的一个福利好吧 听到这的时候 听到这的朋友 才能真正的享受到我的福利 切身美忙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好的 大家多多支持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